大家好,这次分享的主题是Dragonfly项目的最新进展 本次分享有两位主讲人,我是来自蚂蚁集团的工程师,也是Dragonfly的核心维护者契文博 另一位主讲人是来自上海交通大学,也是Dragonfly核心维护者张哲义 长话短说,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Dragonfly项目 Dragonfly项目是一个开源的基于P2P的镜像和文件分发系统 它的目标是解决云院生场景中的文件分发问题 目前Dragonfly专注于简单、高效、智能、安全四个方面 首先简单,我们会定义良好的面向用户的API 对所有容器引擎都没有侵入性 高效、支持、CDN基于P2P文件分发、节省企业带宽 智能、主机、主机级限速、主机检测智能流量控制 安全、主要是块、传输、加密、加密连接支持 Dragonfly项目主要有两个比较重要的里程碑 在2018年11月15日 被CNCF托管为孵化级项目 在2021年9月9日 经过一年的开发时间 对Dragonfly 1.0版本整体重构、优化 解决了很多性能瓶颈以及功能缺陷等问题 最终发布了Dragonfly 2.0版本 现阶段Dragonfly 2.0版本核心维护者 主要来自于阿里巴巴、蚂蚁集团、字节跳动、去哪儿、eBay、美图 以及上海交通大学的同学 当然Dragonfly 2.0也要感谢社区同学 比如英特尔同学帮助我们在初期阶段进行大规模集群测试 下面由张哲义来介绍一下2.0版本与1.0版本的区别 大家好 接下来由我介绍1.0版本和2.0版本的区别 因为本次介绍的主题是2.0版本 因此对1.0版本就不进行详细的介绍了 只讲一下在1.0版本中我们遇到的一些问题 1.0版本的问题主要分为以下五个方面 分别是架构方面、协议方面、安全方面、分发模式方面和产品化能力方面 在架构方面 右边是一张1.0版本的架构图 可以看到在下载时每一个DS client都需要和Supernode进行交互来下载 Supernode既要进行P2P网络中下载信息的追踪和P2P下载的调度 也要对整个集群回源下载的文件进行缓存 这导致我们的系统对于Supernode是高依赖和高偶核的 而且Supernode无论是网络传输、调度计算还是本地存储上都承担了比较大的压力 在分发业务量逐渐增加后 Dragonfly 1.0版本就渐渐暴露出它在稳定性、效率和安全方面的一些问题 然后在协议方面 1.0版本传输协议十分单一 只支持了HTTP传输协议 也没有对多种存储类型 比如HDFS、Maven等进行适配 在安全性方面 1.0版本的所有数据传输都是明文传输的 这显然在安全方面有些隐患 然后是分发模式方面的问题 1.0版本只有主动拉取的能力 缺乏对主动推送、自动同步这些功能的支持 最后是在产品化能力方面的问题 1.0版本没有提供完整的控制台功能 这导致它缺少了文件分发任务管控、数据试图、多租户、权限控制等等方面的一些能力 以上就是1.0版本的主要缺陷 接下来介绍一下2.0版本中 对前面所讲的1.0版本的缺陷的改进 以及其他方面的补强 首先是架构方面 前面提到1.0版本有一个非常中心化的Supernode 在2.0版本中 我们舍弃了一个非常中心化的Supernode的设计 将其拆分成了Scheduler和CDN两个子系统 分别承担着原本Supernode在不同维度上的功能 降低了系统之间的偶合性 并且Scheduler和CDN都设计成了插件化的形式 系统不再对这些比较中心化的组件有着强依赖 提高了系统部署和使用的灵活性还有可用性 在协议方面 通过一个统一的回源下载适配层 我们实现了对多种协议的支持 现在不仅是HTTP协议 也包括FTP HDFS Mavon等 然后介绍在效率方面的改进 我们在2.0版本中 使用了多线程IO技术 内存映射技术 DMA技术等技术 提高了IO性能 又通过动态压缩 内存文件系统 还有更加高效的P2P下载调度算法 提高了文件分发的效率 在安全方面 我们引入了加密传输的模式 以及基于账户的权限 还有限速传输的能力 提高了系统的安全性 在分发模式方面 相比1.0有了很大的扩展 现在不止支持主动拉取 还支持主动推送 自动同步 远程复制 自动预热 以及跨云传输 等方式的文件分发 在产品化能力方面 我们通过引入了一个Manager 作为整个系统的控制台 支持了包括文件上传 多种分发模式下的文件分发任务管理 数据试图 还有全局管控的能力 这些产品化能力 最后在软件生态方面 首先我们的Client 被设计的对第三方集成十分友好 能够通过它的Client Server模式 还有Proxy模式 很方便地将Dragonfly的P2P传输能力 集成到第三方软件中 我们还和Harbor Nidas等项目进行了串联 提供了一套完整的 镜像分发加速解决方案 正面我具体介绍下 Dragonfly 2.0整体架构 主要分为四个模块 Manager Scheduler CDN 以及Client端的DF-GET 以及DF-DEMON 首先Manager主要维护 各P2P集群的关联关系 以及配置管理等功能 也包含了前端控制台 方便用户进行可视化操作集群 Scheduler主要功能为调度 为代下载节点 选择最优负节点 CDN做回源下载 换存文件 可以减少回源流量 节省带宽 CDN为P2P网络中的原节点 DF-GET为P2P下载命运行工具 DF-DEMON为Proxy来代理流量 走P2P网络进行下载 主要用作镜像下载 对ContainerD CLIO等客户端进行适配 后面规划当中 我们也会提供其他语言SDK 方便用户集成 下面我简单描述下 P2P网络对文件的首次下载流程 来阐述各个模块的作用 首先Dragonfly支持两种下载方式 通过DF-GET直接对文件进行下载 和通过Proxy方式代理下载 当然Proxy方式下载 主要面向镜像下载 首先通过客户端 DF-GET或DF-DEMON 拦截下载请求 然后客户端会去Scheduler 注册下载任务 注册成功 Scheduler会去Manager 拉取该Scheduler集群 关联的可用CDN列表 当然这个拉取过程 其实是一个异补的 然后Scheduler触发CDN进行第一次回源下载 然后Scheduler与DF-DEMON建立链接 将CDN下载PACE原信息返回至DF-DEMON 然后DF-DEMON从CDN下载PACE的具体内容 所以P2P首次下载 会比正常网络下载 稍微延迟一些 但后续愿意节点 对该文件重复下载 Scheduler都会选择P2P网络内最优 副节点返回 使用P2P网络内流量带宽 相对较快 而且可以减少回源流量 下面是对各个模块功能进行详细描述 首先是Manager 在多集群部署过程中 Manager扮演的是集群管理者的角色 要理解一个比较重要的关系就是 Manager管理的是多个P2P网络 主要管理单元为Scheduler集群 以及Scheduler实力 CDN集群以及CDN实力 一个Scheduler集群组成一个P2P网络 管理其关联的P2P节点 也就是Peer CDN集群与Scheduler集群为1比N的关系 也就是在网络允许的情况下 一个CDN集群可以服务多个Scheduler集群 也就是一个CDN集群 可以服务多个P2P下载网络 当然Manager也负责下发一些集群单位的配置 例如对CDN集群或Scheduler集群进行限流 调整单节点下载负载数等 Manager也包含对CDN Scheduler节点的可用性的探测 预热 以及用户权限管理等其他功能 上述功能可以在Manager前端控制台进行操作 下面是Scheduler的模块 其主要为代下载节点选择最优负节点 其存储主要有三种原信息 第一种是Peer 它代表的是某host的一次下载 第二种是host 代表对应的下载单元 Task代表一次下载任务 调度过程中会对Peer组件竖 子节点从负节点进行下载 所以调度的重要工作就是对此节点选择最优负节点 选择过程中我们会提取影响的下载的关键特征 例如节点的 之间的网络距离 负载数等 对节点进行打分 然后每次Peer下载时选取分数最高的节点 作为其负节点 各特征值具体打分权重 则归结为线性回归问题 基于机器学习算法 通过历史数据来得到最优权重配比进行打分 当然调度算法中我们也提供插件形式集成 可以根据用户具体需求定制具体算法 接下来介绍CDN模块 CDN是我们Dragonfly项目中 用于缓存回源下载的文件的子系统 在1.0版本中 它是Supernode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2.0中 基于降低系统偶合性 提高可用性和灵活性方面的考虑 我们将它拆分了出来 需要CDN的理由有以下几点 首先CDN能够为整个集群提供文件缓存能力 能极大的加速单个文件在第二次以及之后请求时的下载速度 其次当许多配尔同时请求下载同一个文件时 整个集群只会有一个CDN节点回源进行下载 这能很大程度的缓解整个集群的网络压力 最后拥有CDN这个组件就能够支持文件的预热下载 也就是提前将即将被大规模分发的文件准备到集群中 提高文件的分发效率 Dragonfly 2.0版本的CDN通过一个统一的回源适配层 实现了多元适配能力 像右边图中 上面一排就是通过这个统一的回源适配层支持的协议 包括http、https、ftp、hdfs以及OSS等等 提高了Dragonfly在各类不同场景下的可用性 另外CDN通过一个抽象的存储接口 实现了对实际存储方式的结偶 它的存储模式是插件化的 右图下边一排就是Dragonfly当前集成的CDN存储模式插件 包括硬盘存储模式 还有内存与硬盘混合模式 用户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应用场景 灵活地实现自己相应的插件 最后CDN作为一个主要用来存储各类文件的子系统 可能会面临一些磁盘存储空间上的问题 我们采用了基于LRU算法的磁盘空间管理方案 提高了在各种情况下CDN的可用性 然后介绍DefDemon这个组件 DefDemon被设计的非常易于集成 它支持了Client Server模式 Proxy模式 常驻模式和非常驻模式等等模式 这使得它拥有非常强大的灵活性 如右图的下边 通过Client Server模式 就可以通过DefGet 来使用DefDemon的P2P下载能力 而通过Proxy模式 就可以将DefDemon的P2P下载能力 集成到Docker等软件之中 2.0版本的DefDemon 拥有非常高效的IO性能 它会在多任务下载时 进行IO的调度 它正能提高整体的IO性能 它还优化了生成临时文件的方式 以及校验数据完整性的方式 减少了文件读写的次数 实现的方式后面也会讲到 这也相当于提高了IO的效率 另外DefDemon不只拥有P2P下载的能力 如右图的上边 它也支持直接回源下载的方式 因此它也通过了一个统一的适配层 集成了多元适配能力 最后DefDemon拥有本地缓存能力 这使得它能够在P2P网络中 作为一个seeder 加速其他P的下载 研沟时本地的重复下载 重用此前下载的数据 而不再需要对外发起请求 这里是一个2.0版本和1.0版本的性能的对比 我们使用了多种方式 减少了CPU和内存资源的消耗 首先我们使用了GRPC的双向流的形式 改写了一些接口 使得文件下载时 不再需要不停地做一些重复的请求 比如客户端更新P2P网络中 可用的PR列表时 通过GRPC的双向流 就不再需要反复地去做一个请求 就减少了网络传输的压力 第二 上传文件使用了Sendfile Splice的支持 受益于GoLang标准库中的这个方法 文件上传过程 在本地是零拷贝的 第三 下载文件和上传文件一样 我们也使用了零拷贝的技术 下载文件时 文件不再需要在用户空间和内核的PageCache 之间进行传输 减少了拷贝次数 节约了时间 可以看下面左边的图 同样是传输100MB的数据 2.0版本 无论是实际时间 用户态时间还是内核态时间 都比1.0版本有了不小的提升 第四 如果使用GoLang标准库来进行文件的MD5码校验 文件数据需要从内核空间拷贝到用户空间 但考虑到Dragonfly在校验数据时 通常是能在PageCache中直接命中文件数据的 因此我们使用了AFALG和内核加密的API 能够避免这个文件数据的拷贝 减少了内核态和用户态之间的一次切换 可以看到下面右边的图 同样是较验1000MB的数据 2.0版本的用户态时间缩减到了0 这也证明了我们此前的观点 前面的PPT主要描述了系统整体架构和各个模块的功能 下面我们来具体动手一键部署一套Dragonfly集群 我这边的部署基于看的模拟本地K8S环境 通过Helm来一键部署Dragonfly集群 并代理containerD请求走P2P网络来拉去镜像 大家可以看见我的本地的terminal 这边可以在getup上面 可以进入Dragonfly的Dragonfly这个项目里面 然后里面会有artificate hub 可以链接可以点进去 也可以直接进来搜索Dragonfly 进入Dragonfly的Helm Charts里面 这边主要是会有两个比较简单部署命令 第一步就是去添加一个Dragonfly的Helm repo 我们这边先添加一下 因为我之前已经添加过了 所以因为添加过了 所以说这边显示已存在 不需要再次添加 我们直接去install集群就可以了 命令也在这里 很快 copy一下就可以了 对这边install之后 然后它会显示一些notice 我们看见k9s 招供fly的部署情况 我可以看到k8s命名空间 所有的组件 它pull的命运情况 我这边黑鸣charts里面 默认就加了mycircle跟redus 这边这两个组件是manager所依赖的 mycircle主要是做数据存储的 redus主要是做catch和消息对链 因为会有比如说预讹这种义不任务 所以说redus作为一个既做存储 也作为消息对链 也作为一个catch 这边启动流程 主要是manager会等待mycircle跟redus 启动成功之后 manager进行启动 manager启动成功之后 然后cdn会后续进行启动 然后向manager进行注册 然后发起k8s请求 跟manager保持一个k8s 然后manager也会存储一下cdn的状态 同样cdn启动完成之后 scadr也会紧接着启动 然后也会向manager进行注册 并且跟manager保持一个k8s manager去存储一个cdn跟scadr一个实力的运行状态 这边已经所有的组件已经启动成功了 首先线上部署的话我这边比较推荐 就是使mycircle跟redus外接 比如使用一些公务云的存储 比如阿里的rds这种 而且humechars里面也提供了相应的配置 去external 去配置 external mycircle 我们这边来看一下humechars的 humechars的哪个配置 默认配置 humechars里面的默认配置 humechars里面的默认配置 在dfd们里面 dfd们里面的config 已经配置了proxy 而且proxy是拦截 镜像layer的一个pass的一个正责 然后配置了回源的仓库是dockerhub的index.docker.io 这边相当于就是你humechars默认配置启动之后 其实proxy已经配置拦截了你的镜像请求 你也可以看下dfd们里面的配置 可以看下这边proxy其实已经配置了 对于镜像进行拦截 而且原站为index.docker.io 这边成功之后 然后主要介绍一下几个部署单元吧 manager这边主要是用的deployment cdn跟scheduler用的是stateflow site dfd们主要用的demon site 因为dfd们是需要比如在k8s环境 它是需要在k8s各个node节点进行部署 并且拦截它的比如说 它的container-d还crio的镜像拉取的操作 让它去走p2p的网络 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这边container-d的配置 我这边container-d的配置 我这边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container-d配置 这边会在它的镜像仓库 配置的是dfd们的代理短口 比如说65001 因为dfd们相当于一个demon site 它起在一个node里面 然后把它的65001短口暴露在了它的node上面 node上面这时候65001短口就可以 相当于是p2p网络的代理入口 这边container-d配置了 它这样仓库是代理入口 所以说我们这边container-d 其实正常用户使用的话 相当于container-d需要配置一下它的代理地址 然后重启container-d就可以了 这边相当于已经配置好 配置好之后 我们来下载一次镜像 这时候用container-d的命令行工具 相当于下载镜像就已经走的是p2p网络加速的流量 这边稍等一下 因为第一次下载镜像需要cdn去回源 回源之后 然后peer再从cdn去下载 相当于来讲比较慢一些 这边已经显示下载成功了 当然除了首次下载之后 第二次下载 在任意node去下载之后 下载同样的镜像 都是走的p2p网络内的流量 所以说相当于来讲 第二次下载 从第二次下载开始就比较快了 我们这边可以看见DMD们的 它的日志 我们可以去过滤一下它的经项名 这边日志里面其实因为一次下载 就一次task的任务 所以说我们可以拿到taskID为ID 去过滤一下日志 其实去看call的日志其实就可以了 这边可以看到一个一次p2p下载的 完整的流程的日志 对这些log就代表着相当于是p2p下载 走p2p网络下载是成功的了 这边其实演示就结束了 这边其实对于部署演示将来都比较简单一些 我们jumpfly的支持三种环境的部署 第一种是k8s 这边我们支持两种方式 用humechart的一种还有customize这两种方式去部署 这两种方式部署文档 其实在我们的getup仓库里面其实都有了 docker的话其实可以去分镜像去部署 当然也可以通过dockercompose 对吧 去本地拉起去 我们一般做调试的时候会用dockercompose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物理级环境下部署 我们这边也提供二进制的方式去部署 最后呢 欢迎大家使用dragfly2.0 作为CNCF孵化项目 我们的目标是把项目做到毕业 成为镜像下载传输层面的标准 在未来可预期场景 P2B镜像加载 加速 预热等功能 都是线上大规模集训不可或缺的一环 Dragonfly2.0刚刚起航 也希望更多的社区同学参与到Dragonfly项目建设当中 下面是项目链接以及叮叮群 欢迎感兴趣同学扫码进群 当然一些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也可以通过GitHub一秀的方式提给我们开发团队 我们今天演讲就结束了